中国女排输不起了!今晚若打不赢德国,小组出现难,还有垫底可能!15-5-2019 文美场苏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,瑞士女排精英赛结束了首日比赛争夺,中国女排1比3赋于老队首日本女排,无缘2019年国际赛场上的开门红,纵观整场比赛,中国女排1比3赋于老队首日本女排,无缘2019年国际赛场上的开门红,纵观整场比赛,中国女排1比3赋于老队首日本女排,无缘2019年国际赛场上的开门红,纵观整场比赛。 中国女排不是没有取胜的机会,只是自身过多的失误和糟糕的一传葬送了胜利的机会,输给大部分主力阵容出战的日本女排虽然略显遗憾但也可以接受,毕竟中国女排本次比赛是以替补队人出战,并且重点也意在考察新人,有些队员甚至在自己并不熟悉的位置承担着重要的责任,她们的成长需要时间。 不过必须要指出一点,纯粹的为了锻炼而锻炼没有任何意义。 我们从本场比赛的首发队员就可以看出来,中国女排并没有主观上想要取胜的强烈愿望。 中国女排首发阵容的遗传体系是李莹莹、郑一新、林立三个人逐接遗传,当然了从首发阵容的球员来看,也只能安排她们三个人逐接遗传。 我们都知道李莹莹联赛是不接遗传的,她在国家对尝试接遗传不可能一蹴而就的,先安排她接三轮遗传是比较合理的。 虽然李莹莹前排下撤也只是流边接遗传,但毕竟思想上还是先要考虑遗传再考虑进攻,这对她的进攻影响还是很大的。 这也是为什么李莹莹昨天进攻失误偏多的主要原因,安排李莹莹接遗传没有错,但是对于一个在比赛中很少接遗传的人来说,寻去渐进或许是更好的选择,行不行就你的做法还是值得商榷的。 接应位置 她接38个遗传只有11个到位直接失误有5个,正一心虽然在技术全面,但是让她接5-6轮遗传还是太多了,而且接应主接遗传的打法本身就是漏洞百出,安排正一心打接应位置难道是看上了正一心的遗传能力吗? 显然不是,中国女孩之所以想让其他队员改打接应,主要目的还是要加强进攻,即便正一心在接应位置打出来,她的风格和保姆接应相似,这样的接应对中国女排又有什么帮助呢? 狼平之所以希望李莹莹的遗传能够打出来,主要目的还是减轻朱挺和接应队员的遗传压力,如果接应队员需要接6轮遗传的话,那李莹莹还要锻炼遗传干什么呢? 所以安排李莹莹和正一心同时主接遗传没有意义,也不会有效果的,一口饭是吃不成一个胖子的,很显然目前比较合理的体系是李莹莹和接应各三轮遗传,自由人和李莹莹的对角接6轮遗传,安家节不选择今年进步非常大的断放手法没有问题,但是杜青青若是打李莹莹的对角就必须主接遗传, 否则本末倒置的锻炼没有任何意义,权力争取胜利的同时保证锻炼新人才有锻炼价值。 今天晚上中国女排将迎来第二个对手德国女排,中国女排要想小组出现就必须要击败德国女排,而且已经是输不起了。 希望今天晚上的比赛,中国女排能够做出适当的改变,锻炼新人没有错,但若是盲目的锻炼和平时训练就别无两样了。